综艺低情商大赏 气氛瞬间凝固 大家好 我是大嘴小八 明星情商如何 综艺见真章 有人靠综艺口碑翻盘 有人打破明星滤镜 比如王源端着艺术战的范儿 没啥幽默感 却要硬玩 结果闹了个大尴尬 在城市捉迷藏里 想硬Q综艺效果 说出口的话 一整个大尴尬 喂 为什么你眼尺是蓝色的 谢可寅虽然化的浓妆 但蓝色眼影放彩妆里也算正常 王源出道多年 也没少在舞台化更浓的妆 你说他不认识眼影 太反常识了吧 旁边的王敏真实演绎 兄弟 害我无语的笑了下 谢可寅叹了个气 接不上无聊的梗 也只能干笑 一看周也找不得起劲 他也被王源和寒冬军贴脸开大了 王源贴不上横幅 换成周也接手 他让王源递个胶布 结果当头迎来一句 别害了快撕给我 又耍大牌 又耍大牌 这是可以说的吗 哇 好表面的阴阳啊 这简直就是暗Q周也 给央六记者冷脸色的事 他们圈内也在笑吗 元哥对他的爷姐 嘴欠一次是不告答 选择继续用电影节开大 那天 电影节真是 真的是叫什么彭毕生辉 爷姐让大明星都去了 接着周也卖萌问 他和王偶谁可爱 韩冬军辣平 笑嘴可爱 好啊 全重热给爷子找不通过来的是吧 原来喜剧 就是建立在别人的尴尬上 本次都说这是帮周也脱民 但周也手大牌的事 本来大家都快忘了 现在好了 又得讨论一遍 想要搞点幽默 也要动脑子大 中餐厅啊 不愧是开在芒果的综艺 最先进大有接棒花雪的势头 八个人六间房 分配时默默唧唧 黄小明作为老大哥 该起带头作用 他也确实把优先责防权 给了虞书欣 将演两个女生 然后的自己垫底 但弟弟们全都稳如泰山 宅孝文来了剧 堪比随便的都可以 其实他们都想就单间 但碍于面子 找不到高情商的开口方式 林大厨委婉开口 站得一个单间 就是有点吵真的 因为相对一个隐私嘛 因为长期在一起 然后下班回去 有件什么事情 然后他又听见我讲 我一天确实很那个 剩下的人 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最后男生们 纷纷当起了雅个新郎 牛牛捏捏就是开不了口 虞书欣 不但看出他们的心思了 他给了他们面子 偷偷把江源拉走 趁着两个人睡一间 字幕讽刺度拉满 男人那么缺小空间 对对 男人现在都需要小秘密 不然我们俩输一间 我可以你可以吗 我的我都无所谓 那我又是谁 贴心的虞书欣 散发出高情商工环 也算帮控场能力 有限的黄晓明 打破僵局 隐仗退了一步 剩下两位 成功靠玩尬的助长难间 胡一天和翟娇文 大概是对综艺不熟 不懂如何应对 才选择沉默 但情商可以修理 早年的新兴子 在一年级 也总让人尴尬 现在不也变节语花了吗 最后一创的那扎 是个笨蛋美人 在江苏颖面前 除了当话题终结者 还是POA达人 我觉得我总得有点变化吧 不能这七年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也没有成长怎么办 你 调侃江苏颖向往法国 是因为没去过巴黎 但是巴黎你是没去 我们去太多次了 这都得怪迪奥大使江苏颖 没想那扎 发去巴黎看秀照 比美更是永恒话题 当秦岚商业 互吹江苏颖 年龄看着不大时 那扎句句扎心 真的吗 那你真不像 哪不像 一看就是 一看也就跟四十差不多 尴尬到秦岚见不上话 尴尬的是 这一幕的那扎 谁太勾楼 从画到人 都不漂亮啊 虽说他们的相处模式 就是互对 但完全不知道 适可而止 还是惹怒了一批观众 另一位笨蛋美人 孟子艺虽然总被说情商低 但她的所谓低情商 更多的是顿感力带来的效果 在这季桃花屋里 沈岳粉和孟子艺粉 开似的源头是 单一纯和沈岳想卫松单单 办一场活动 结果活动办得巨尴尬 两个人自责地哭了 以高情商文明的李雪芹 选择用共情的方式安慰他俩 你俩这哭我太整了 我跟讲桃花屋 可能最懂你俩为啥哭 就是我 三个人的一梦 就把一旁的孟子艺弄迷糊了 接连问朋友们怎么哭了 单一纯委婉的一句笨蛋美女 已经是在名牌点孟子艺情商低 咋咋咋就我不懂了 因为你是笨蛋美女 李雪芹一边让孟子艺别安慰了 一边又不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 但其实真的没事 对 其实真的没事 没事 我别劝了 咋回事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他们在哭什么 虽说这事也不至于上升到 本市里的小团体孤立 但场面也是有够尬的 还好孟子艺是真顿感力 但凡多想一点 事后都会为尴尬的处境陷入内耗 其实啊 高情商的人有时也会伪装顿感力 在无形之中化解对方招数 欧阳娜娜虽然有猫咪纹的尬完卖萌 但小姑娘在综艺里遭遇骚扰时 便是很有心眼的 游客请渡役里 有个男女一起泡温泉的环节 男嘉宾们一个个都露出上身 并且怪女嘉宾们没穿泳衣 甚至大声调笑 他们在打赌哪个女生身材好 言行举止都很油 还一点都不懂收敛 又自以为幽默地用收视率当幌子 19岁的欧阳娜娜 摆出听不懂的态度反问他们 你们都不见身吗 要说见招拆招的情商 年轻一辈里 小巴最怕的郭麒麟 在上朗的生活里 巧妙化解了老前辈黄磊的审判 明明黄磊比过的刚大 但是他不乐意听小郭喊他大爷 黄磊 叫大哥比较好 叫大哥大爷 敏锐的郭麒麟马上解开了这个误会 下一个考验又来了 刚做完活回来的他 就听见黄磊说 月月能吃苦 真不怪咱们多想 郭麒麟立马盖他到了 黄磊是在点他 此时此景 就像极了孟子义的处境 要么装听不懂 要么听懂了 就给体面回应 于是郭麒麟已退为进 反应快 我真没那意思 我心脏我心脏我心脏 在给对方面子的基础上 也展现出了问题不在自己 情商高的男星 确实很会提供情绪价值 王赫蒂在综艺上 遇见两位唱OST的歌手 他唱几乎的话术可太温柔了 不是他们为我的剧唱过歌 而是我在他们的歌声里演播戏 但要论情商高的元老级选手 那还得是何老师 光是在向往的生活 他就几次就场 黄磊做了盆猪股鸡爪汤 其他人都在夸夸捧场 那英却不买账 我觉得你这个鸡爪子吧 没入味 赶在黄磊就去反应前 何炳马上为鸡爪菜蛋着补 沈腾和玛丽来向往做客 何炳要等玛丽上桌再开饭 就遭到黄磊的反对 于是一整个饭桌上 演起的沈黄的暗流涌动 又是何老师 很有眼力的想要赶紧转移话题 将俩人的打闹 盖章为宣传效果 这个如果剪宣传片 沈腾 玛丽 莉林 蘑菇 第一句话黄磊说 你信不信我臭你 怎么说嘞 这个圈子暗流涌动 曝光剑影 会来事会处事的高情商 无论是综艺效果 还是长远发展 都会更好 记得一键三流